美墨边境移民危机还没解除 CNN记者拍到惊险一幕 正要渡河的难民把女儿高高举在水面上 洪水一来自己差点灭顶 现场尖叫声不断 水流又深又湍急 上万海地非法移民 每天为了采买物资冒险往返德州和墨西哥 上百人趁着黑夜赶快跨河 因为一旦被墨西哥警察发现 就会送往拘留中心 不过来到美国这边 迎接他们的是将近两公里长 用警车围出的墙 只是这群海地人想偷渡美国 恐怕难以如愿 大部分都会被美国遣返驱逐 19、12、Repatriation flights 被用砖机送回海地 有人控诉美国边境执法人员 把他们当成囚犯对待 拜登移民政策说得好听 实际却做得狼狈难看 连美国驻海地特使也怒批遣返行动不人道 上任短短两个月闪电请辞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decor元 8 10 感谢观看